大家好,我是李律的郭怡律律师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李律学堂 我主要在事务所承办的案件类型是 不动产、并购还有公司投资这几个主要的类型 那我协助客户会做所谓的前期规划 然后合约的谈判 最后还有就是交易交割的完成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最新的修法的一个走向 就是司法人规划不动产取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去年才新修的一个规定 就是平均地权条例第79-1条 跟它的相关的子法 今天会跟大家说明的大纲主要如下 第一个我会先做一些背景的介绍 首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司法人取得住宅的限制呢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第二个是法规到底规定了哪些内容 司法人取得住宅它有哪些相关的规定 第三个是这个法规从去年7月1号实施之后 其实产生了一些实物上的问题 那在5月17号今年的时候呢 已经有为了新的实物规定 有做了一些新的法规修正 因此也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产生了哪些问题 以及最新的法规修正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听过一个江湖的传言 这个传言呢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买不动产的话 我用一个公司去买可能呢 会比个人去买更有所谓的节税的效果 这到底是真是假呢 实际上取决于蛮多就是不动产购买之后的规划 以及取得相关等种种的因素 不过我们从内政部这边的统资计资料来看 其实可以发现司法人购买住宅的户数哦 从2019年到2022年四个年度来看 以2022年跟2019年相较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两倍的成长 另外呢如果我们来看说司法人持有的这个期间 一年内他又把它卖掉的比例 基本上逐年他都是超过这个50%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的确就是主管机关一直非常担心的 司法人是不是有透过这个炒作不动产的方式 甚至是个人去设立一个公司来炒作这样子的不动产 导致台湾的这个房价一直居高不下 那所以呢从过往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政府的相关主管机关也从不少的法规进行个下手 那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过往的一个社会上面的观察 可以知道说实际上司法人为什么会突然间 有这么多的司法人去购买这个不动产 那主要原因呢有可能是所谓的房地合一税实施之后 在1.0的制度下它产生了一些些的漏洞 我们一般所说的房地合一税的1.0呢 它指的就是2021年7月1号以前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制 那2021年7月1号以号的税制呢就是房地合一税的2.0版本了 我们看一下在房地合一税的1.0底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首先呢可以比较一下就是境内的盈利事业 假设它持有的期间是分为两年以内超过两年或位于五年或是超过五年 这些我们如果是个人的话可以发现会有45、35、20或是15不同的税率 但是在2021年7月1号以前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呢 它的税率基本上是全部都是同一种的就是20%这样子的一个税率 所以可以发现得到说这样子的税率如果跟所谓的个人相较实际上是比较优惠的 那所以就会有比较多的个人想透过设立一个公司的方法来去取得这个比较优惠的20%的税率 因此呢当主管机关去发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后 在房地合一税2.0实施之后这个洞基本上就被补起来了 那它补起来的方式呢就是去区分所谓的持有的年限 然后呢会有适用45%、35、20这样子不等的税率 因此也可以降低个人透过设立公司去取得不动产这样子的一个诱因 那第二件事情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房地合一税2.0之前 假设我今天是个人或者是盈利事业 我透过一家公司去持有这个不动产 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如果我透过出售股权或是出资额的方式 去出售这个不动产 原则上我要付的是所谓的证券交易税 或者是财产交易税再加上AMT 换言之就是房地合一税基本上很有可能是不用上税的 那这也产生了一些个人或盈利事业 透过一层公司去取得不动产的诱因 可是呢这个状况也被发现了 因此在房地合一税的2.0这样子的税制底下呢 就有特别去讲到两个不同的状况 第一个要件是假设我个人或者盈利事业 我直接或是间接的去持有股份或出资额超过50% 那这边的超过50%的这个事业呢 不会包括上市上柜或新柜股份有限公司 那原因是说因为这些上市上柜的公司已经有比较多的法规限制了 要炒作的可能性可能比较低 所以这边呢基本上会是一些私人的公司 那第二个要件呢是说假设我的这个被投资的公司啊 它的股权或是出资额的价值50%以上是由中华民国境内的房地来构成的话 那基本上符合刚刚提到的这两个要件 就是房地合一税要克税的对象 换言之呢在这个房地合一税2.0实施之后 透过司法人去取得这个不动产的诱因 其实有比较降低了 但是呢主管机关基于刚刚我们第一张图有看到的 实际上这些公司持有住宅型的不动产的比例 还是偏高的这个关系哦 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说 司法人或公司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些不动产的炒作 而且原则上因为司法人就不是一个个人嘛 他没有居住房屋的这样子的需求 因此呢就实施了这一次平均地权条例79-1的修正 把我们的这个司法人购置住宅的这些规定呢 做了一番的翻修 那也会变成有比较多的限制 因此呢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说 这个修法前跟修法后到底有什么主要的不同呢 首先呢就是在2023年7月1号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点哦 修法之前司法人要去取得这个住宅 基本上跟个人一样没有太多的限制 但是呢2023年7月1号以后呢 他原则上是不能够去取得这样子的住宅的 那除非符合两种比较例外的状况 一种呢是所谓的免经许可的状况 另外一种呢是虚经许可的状况 待会后面的这个课程呢 会再跟大家更进一步说明 所谓的九种免经许可的情形 跟六种虚经许可的状况 但是这边想要跟大家先简介一下 是说免经许可跟虚经许可 主要的差别在哪里 免经许可呢顾名思义 他就是说因为这些状况比较特别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跟内证部 做许可的申请了 你只需要依照符合的情形 减附相关的文件到地证事务所 去做办理登记就可以了 而且呢这些免经许可的情形呢 基本上也不会受到所谓的 五年不得已转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是所谓 虚经许可这样的状况呢 那他就不太一样了 他首先必须要减据相关的计划 向内证部去申请许可 而且呢许可的文件 他有效期间只有一年 而且原则上哦 在登记之后就不能够 在五年内做一些相关的移转 关于这个许可的有效期间一年 可能会需要再进一步 跟大家说明一下 他主要是会分为就是乘屋 或者是预售屋 会有不同的规定 首先如果是乘屋的话 就是取得这个文件的次日期 起算一年 然后如果是预售屋的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 预售屋现在盖可能就会盖比较久 两到三年不等 甚或因为缺工啊缺料的关系 有可能四五年甚至更长 所以假设这个许可文件呢 从核发的当天就已经开始去计算说 有效期间的一年的话 这样很容易让这个许可文件 会有一个没有效的状况 因此呢 如果是所谓的预售屋的话 他基本上就会是在建物保存登记之后 起算一年是这边的有效期间 最后想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哦 就是因为法规 其实还是会要保障人民的财产交易安全 还有法规的这个安定性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我们今天所谓买卖契约俗称的私契啦 私人间的契约 是在2023年7月1号以前他签订的 那他就不会适用这样子的规定了 那如果是在2023年7月1号以后签订的话 那就会开始适用这边讲到的 司法人取得住宅的限制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解一下哦 什么是这边讲到的住宅 就是住宅使用的房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呢 现在的法规理念 它会是区分我们这个建物新建的不同的阶段 去看我们到底需要看哪些文件 原则上可以分为城屋 新建城屋跟玉寿屋 三种不同的阶段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哦 就是城屋跟新建城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所谓的新建城屋基本上它就是已经盖好了 取得使用执照 但是呢还没有办理第一次的保存登记 这就是这边所说的新建城屋 所以呢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要参照的文件有有不同 第一个如果是城屋的话 因为它已经办理第一次保存登记了 所以要看的就是建物登记成本 如果是新建城屋的话 因为它已经办理使用执照了 但是还没有做建物第一次保存登记 所以要看的是使用执照 那最后呢如果是玉寿屋的话 因为它连盖都还没有盖好 所以呢就要看的是所谓的建造执照 如果我们今天建物的用途呢 有住或住宅这些的字样的话 基本上可能就会是这边要规范的范围哦 接下来我们想要进一步的去说明说 即便有住或住宅或是一些特别的状况 也有可能会不适用这个规定 第一种呢是所谓的台湾有蛮多的这种建物 它是做混合型的使用的 包括住商用啊住工用啊或是其他的用途 比如说台南或者是南部高雄其他的地区 有蛮多的这些透天错的 透天错有可能是登记在同一个建号上 一楼呢作为店铺使用二楼呢是作为住宅使用 就这种透天错型或者是说比较混合型登记用的住宅 那基本上就不会是我们这边要规范的对象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呢是假设我今天是建管法规施行之前 就已经去做一些建物相关的登记的这样子的建物 它的登记用途是没有记载的或是用途为空白的 那基本上也不适用这边的规定 第三种状况呢是说假设我是实施建物的管理之前 它已经办理第一次所有权登记了 而且呢它可能也是登记上面是写说是住家用 但是实际上呢你在缴税的时候发印房屋税的税单 有部分是做非住家使用 如果呢今天司法人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文件的话 那基本上也不会适用这边的规定 第四种状况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实施这个建管的法规之后的建物 那司法人呢他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文件 去佐证说虽然我今天使用执照上或者是建物登记成本上面 记载的用途是住宅 但是依照呢县市政府有很多免办使用执照变更登记的规定 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做办公室用途的啊这样子其他的用途的 而且呢有取得相关的主管机关的相关的含附的文件去说明说 的确可以做其他用途的话 那么呢也不会是用这边的例外的状况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有提到六种需要经过许可的情形到底是哪些情形呢 第一种状况就是说公司有可能因为他的员工啊 就要去取得一些员工的宿舍 那就会有产生这样子的需求 那因为员工的宿舍哦基本上也是要给员工住的嘛 所以就有规定说户数不可以超过经常雇用的员工的员工数 这个基本上会是用劳保的投保的年平均12个月过往的12个月 平均的投保人数作为计算的基准这样子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哦 基本上在一开始这个规定刚施行的时候 他没有去区分说我今天买的住宅到底是预售屋呢还是橙屋 或者是他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他也没有去限制说员工最低人数应该是多少 那这个后来就会产生一些弊端嘛 就产生了额外修法的需求 因此现在的规定其实是比较严格的 第二个是说假设我今天公司 我做的是一个不动产的租赁业 不动产的租赁业他其实就是买进房屋之后租给其他人嘛 那有可能他是做这种住宅类型的不动产租赁业 在这个状况下如果公司呢有去做公司登记 有把这个不动产租赁业放到他的登记项目里面的话 这基本上不是一个特许的行业哦 那原则上他如果在同一个使用执照里面 可以取得5户以上的话 那基本上他就有机会来去申请这个所谓的许可 这边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5户到底要怎么来做计算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在这个新的法规施行前 所谓的这个司法人他可能已经有取得一些相关的不动产了 可能已经有比如说取得2户了 那如果他在施行前已经取得2户在施行之后呢 又在同一个使用执照上会继续取得3户的话 因为2加3大于5的关系嘛 所以呢基本上就会符合这边的5户以上的门槛 于是就可以透过这个额外的申请来取得许可 那其他的状况呢 包括了卫生福利机构啊 像这些长照机构 如果他需要取得住宅的话 额外的也是可以用许可的方式取得 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包括实施或参与都更为老或合建 或者是说合作社去买售住宅 还有呢内政部有可能因应现在社会的变动啊 一些事实会额外的去发布一些额外的公告哦 会有一些额外的情形可以去做申请 假设说符合刚刚提到的这6种 可以应该取得许可 而来取得这个所谓的住宅的状况的话 那基本上呢就有机会可以去取得住宅型的 这样子的不动产 这边呢也要想要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近期的案例哦 这近期的案例是这样 刚刚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说如果在取得许可之后 原则上呢会有一个取得后5年内 不可以移转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那最近就有一个蛮特别的案例 蛮值得大家参考跟借近的 这个案例的事实是这样 首先就是买卖双方呢 他们其实就是签了买卖契约 然后呢也买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住宅 而且也办理所有权过户移转登记已经完成了 可是呢买卖双方因为一些状况 他们觉得 诶不想进行这个买卖了 因此他们就决定要解除这个买卖契约 他们要解除这个买卖契约就发生一个问题啊 因为住宅它已经移转登记在买方名下了 就产生了一个需求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个不动产 是才登记生效制 所以呢买方他就必须要透过另一次的申请 才能够把这个住宅的所有权 移转登记为出卖人就是卖方的名项 那刚刚有提到所谓的这个住宅的移转 假设我今天是依照这个新法规定实施之后取得的住宅 我就会受这个五年转让的限制 那我今天何意解除这个买卖契约 到底可不可以因为这样透过一个申请 再把这个买售人这边已经登记好的不动产 再移转回去出卖人的名下呢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内政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相关的函事 这个函事基本上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看一下这个79条之一第三项淡书 其实有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 在这些例外的情形里面 就是五年内不得办理移转登记的状况 如果符合例外的情形的话 其实他就是可以办理移转登记 不受这个五年的限制 他就包括了强制执行、征收、法院判决 或者是其他法令的规定 那我们就来细部检视一下说这个案子里面 好像不符合强制执行、不符合征收、也不符合法院判决 有没有机会落入其他法律规定 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例外条件呢 这边要跟大家报告的一个重点 我就是说过往其实最高法院有个判决 他有提到说所谓的合议解除买卖契约 它是透过合议解除的 合议解除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透过一个新的契约约定 去解除一个原有的买卖契约的约定 所以对于法院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契约 而不是旧有的契约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底下呢 法院的认定就会认为说 它其实是一个议定解除的状况 而不是一个法定解除的状况 因此呢可能就不是用明法259条 有一个回复原状的规定这样子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呢 内政部也做了一个相应的函事解释哦 他就说因为呢 你们今天是议定解除的状况 而不是所谓的法定解除的状况 因此很不幸的不符合这边的弹数规定 从而呢你必须要受这个五年转让的限制 因此呢在这个案例底下 虽然买卖双方都说好 我们就把这个买卖契约解除掉了 但就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 这个不动产挂在买方的名下 没有办法移转登记回卖方的名下 因此呢这个限制呢 是大家在不动产的规划下 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接下来呢向大家简单报告一下 这个九种免金许可的情形哦 这九种免金许可的情形呢 基本上都是取决于 首先这个司法人 他可能当时成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特殊目的而成立的 或者物件的信实比较特别 那甚或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需要就是透过这种免金许可的方式 让司法人去取得不动产 第一个是所谓的受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 或是公营事业 他基本上就是取得不动产的时候 他已经有非常多的限制了 所以是一个免金许可的状况 第二个是AMC或是台湾金联 他如果是要取得一些不良债权的 这些住宅呀 或者是政府公开标售的 这些住宅的话 原则上也是免金许可的 第三种呢是经济业者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仲介业 或者是所谓的代销业 他有可能会跟不动产买卖的 这个买方会去签署 一个所谓的仲介契约 仲介契约里面会去约定说 假设伺候发生一些主要的瑕疵的状况的话 而且已经办理过过登记移转完成了 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呢 经济业者会去跟所谓的买方 去买回这个瑕疵的物件 这些瑕疵的物件呢 就包括我们俗称的海沙屋 辐射钢筋屋 还有凶宅这几种状况 另外呢还包括了都市更新 为老重建或者是核建 这几种有限制的状况 那因为这个部分呢会比较复杂 需要分阶段来做观察 所以待会呢会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都市更新底下 各个阶段可能适用的一些例外状况 让大家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这样子 最后三种状况呢 基本上包括了 如果是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买售文化资产 以及参与法院的拍卖 这几种状况 基本上也是免经许可的情形 接下来我们分阶段检视一下 都更底下有可能有哪些状况是免经许可 或者是虚经许可的状况 那刚刚大家看到前一张投影片哦 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是说 是不是只要牵涉到都更 我就可以不用经过许可 那也要给大家一个概念是说 这可能不是很正确的认知啊 首先都更它基本上会分成一个计划整合的阶段 第二个是计划公展的阶段 第三个是所谓计划完成的阶段 这三个主要的阶段 那在计划整合的阶段呢 原则上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 就是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取得的 除非呢符合这边的免经许可 或虚经许可的状况 免经许可呢 包括说假设今天已经有地震风灾啊 包括前这地震灾害很大 那有一些地区可能已经它的建物被划定为是讯刑划定的一些区域了 那它有一些急迫的重建的必要性 这个例外的状况就是免经许可的状况 那第二个呢是虚经许可的状况是说 如果我今天我的建物它的屋灵已经达到30年以上了 或者是说我建物呢 它没有达到所谓的安全或者耐政标准的话 可能可以透过一个额外的许可可以去取得这些住宅 那第二个阶段呢是所谓计划公展的阶段 计划公展的阶段呢 因为基本上这时候已经有比较多的所有权人 大部分是八成以上的权利人 都已经有同意进入所谓的都更的程序了 在这个状况下呢 就会进入所谓的公开展览的程序 因为这时候计划呢 已经有比较符合一些稳定性的要件了 所以原则上如果我是计划范围内的所有权人 实施者或出资者 他买售计划范围内的住宅呢 就是可以免经许可的 但如果不是刚刚的状况下 去买售这个计划范围内的住宅呢 就会是一个应该要经过许可的状况 最后呢跟大家简介一下 关于这个计划完成的阶段 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也是可以免经许可的 第一个状况是说 假设我是实施者或是出资者 他今天呢先去跟这个分配建物的所有权人 通常是地主啦 去签订一个契约 而且这个签订的时点 是落在所有权移转登记之前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在这个状况下呢 基本上 他可能可以去买售这些住宅用的不动产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 假设是施行前呢 已经有签这些相关的契约 可以去买肥这些不动产的话 而且这个契约呢 已经经过公证或认证了 这样子的例外状况 为了维持一些法规的安定性 也可以去取得这样子的不动产 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法规最近期的修法哦 它是最近才刚热腾腾出炉 2024年5月17号的一个修法 刚刚有提到 关于这个员工宿舍的部分 早期其实并没有规定一些比较细部的规定 那就发生了一些很额外又例外的状况 就是比如说有的公司 他其实就雇佣了一个员工 结果呢 就去买了一个超高价的豪宅 然后大家就发生了一个疑问说 啊这家公司的员工福利超好 就是买一个豪宅要给唯一的员工住 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呢 那所以主管机关就发现了这个状况 内政部就紧急的做了一个修法 就特别的去强调说 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用员工宿舍 这样的原因 要来购买所谓的住宅型的不动产的话 第一个必须要以城屋作为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因为这是员工要住的嘛 所以基本上应该已经要盖好了 那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包括说像台积有一些 签厂的规划要大量的签厂啊 或者是说其他的营运的需求 有要购买预售屋的话 例外可以透过申请可以去做核准 那第二个呢是有关于 这个住宅的金额的部分 住宅的金额大家会问说 到底什么叫做豪宅啊 豪宅的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依照中央央行呢 对于这个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 抵押贷款的业务规定 他有去看各个县市而有不同的金额上面的门槛 台北市是7000万 新北市是6000万 其他的地区是4000万 那如果有到达这样子的门槛 就是所谓的豪宅 如果是豪宅也是不能购买的范围 第三个呢是员工投保的人数 必须要达5人以上这样子的门槛 才可以去取得这边的员工宿舍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刚刚有提到这个不动产的租赁业 假设你今天是不动产的租赁业 要去买这样子的房屋的时候 刚刚有提到一个最低必须要购买5户的限制嘛 但因为就是从购买取得许可之后 再加上登记实际上会有一个申请上面的落差 有可能有人呢已经取得许可了 最后却去向地政机关 只有办理一户的过顾登记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法规上的漏洞 因此这次的修法就把这个洞也一并补起来了 他就说如果你今天经过许可的话 要并同办理所有权的移赚登记 那很感谢大家今天就是观赏这一集的履律讲堂 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呢 对于台湾司法人取得住宅的主要限制 都有一些更为基本的认识跟了解 在不管是公司或是家族传承的这些规划上 也会更有方向 如果大家有兴趣更了解这些主题的话 因为我们也有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 包括两税合一制 还有司法人取得不动产的这些相关规定 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影片下面的一些连结 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不动产规划以及新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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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